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德显景致王牌阵容重磅揭晓 顶流肖战搭档百亿影帝票房很稳 近日网上有很多人都在爆料关于新电影 德显景致的一些内容 甚至还重磅揭晓了这部戏的王牌阵容 依然是大制作 阵容这一块还是非常强势 值得一提的是 网上透露德显景致是顶流肖战搭档百亿影帝邓超 更不用说导演和制片人都是王牌级别的大咖 如此强强联合的大片 票房很稳 只是目前并没有官宣 据悉 网上重磅揭晓了德显景致的王牌阵容 果然对得起王牌二字 导演 制片人等就不说了 都是业内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在演员阵容这一块 网上爆料是顶流肖战搭档百亿影帝邓超 都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都具有票房号召力 值得信赖 当然目前这则消息并没有官宣 演员和剧组都没有认领 因此还是理性吃瓜 一切要以官方发布为准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还是保持一样的态度 跟着官方走 非官宣布约 吃瓜不信瓜 这段时间网上关于这方面的爆料层出不穷 甚至还有人称肖战耀和徐克导演二搭 和王家卫导演合作新望角卡门等 各种各样的爆料实在是太多了 一定要擦亮眼睛 跟着官方走 总之祝福肖战 不管怎么说 肖战火热的发展状态从来都没有受到影响 相信肖战拍完新剧《藏海传》后会继续进组 演艺事业不会断更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也期待早日和肖战的新作品见面 肖战实力派 再接再厉 肖战巨服的广在成打卡胜地 超级巨星就是要越大越好看 新的网红打卡的了又来了 上海南京路肖战托德斯巨服的广在成打卡胜地 很多肖战的粉丝们都纷纷前来打卡 还有很多的路人也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网友说 亲眼看着这巨大的的广真的挺震撼的 肖战这超级巨星脸就是要越大越好看啊 这应该就是小说里描写的巨星桥段吧 在上海真的是随处可见大肖战啊 前几天上海新世界肖战专提话题也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该话题还洗提热榜 大家感慨这宣发牌面也是拉得太满了 上上下下肖战巨大的帅脸真是让人想忽视都不行 主打就是无处不肖战 甚至还有的路人说 这个商场是不是被肖战给承包了 不夸张地说 在世界很多豪华地段 你都可以见到肖战这张帅气的中国脸 肖战绝对是内于商务大平和的广最多的艺人 在给肖战铺的广头头大平这方面 各个肖战代言的品牌那是毫不吝啬 大家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就怕自己落了下风的感觉 古池巨服涂鸦墙前粉丝轰轰烈烈打卡的盛况 还记忆犹新 这一个又一个巨服的广大平是接连来袭 肖战凭借自己的热度和影响力扩大品牌的受众群体和知名度 也借助着品牌盛大的宣发形式 扩大自己的国民度 可谓互利共赢 肖战的商业价值绝对已经是公认的内于得天花板的存在 是其他艺人难以忘其项背的存在 从零食到美妆 从居家到服饰 从珠宝到万表 从国民大牌到国际高奢 肖战代言涵盖盖了各个领域 各个阶层 店铺被买空 高奢万表卖断货 随随便便就是几千万上亿的销售额 肖战创造了很多内于商务代言的奇迹 肖战的商业价值有目共睹 真金白银的市场反馈从未疲软 一次是偶然 次次是就是实力 肖战不可替代的价值让多少人羡慕的口水直流 随着肖战更好的发展 影响力也必将更上一层楼 这张帅气的中国脸 必定还会出现在更多的地方 让更多的人为之柱族欣赏 这就是肖战 他不需言语 只要站在那里 就有汹涌的人朝为他而来 别拿肖战和其他艺人比较了 还是看看黑暗中向阳而生的肖战吧 肖战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艺人 他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成长路程 但仍然能够勇敢面对困难 追求光明 肖战出生在重庆 从小就接受了父亲对艺术的培养 学习画画和小提琴 尽管他有着出色的天赋和能力 肖战并不打算走艺人的道路 然而 命运却给了他另一番安排 在24岁的时候 肖战作为X9少年团的主唱出道 相较于其他年少成名的艺人来说 他可以算得上是相对较晚起步的 然而 这并没有阻挡他的进步和成长 虽然他对音乐的专业知识有一些欠缺 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执着 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他在发行专辑后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和回应 然而 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开始涉足影视圈 肖战在影视圈的初期 并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 他要么担任配角 要么出影雷剧 然而 他在 《我的皇帝陛下》中凭借自己清秀俊朗的容颜和情深不受的角色性格 成功地引起了观众的关注 即使只是男二的角色 肖战的剧照却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大的热议 这无疑展示了肖战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 然而 真正让肖战获得广泛认可的是他在电视剧《陈情令》中饰演的《魏无限一角》 这部剧成为了2019年夏天的现象级作品 短短几个月内就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热议 肖战在剧中塑造的魏无限角色令人难以忘怀 他的表演技巧和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心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拥有着天赋和才华 他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取得出色的成绩 他能够在音乐、影视和其他跨领域操作中 都展现出自己的才华 令人叹为观止 肖战的成就与他的努力和坚持是分不开的 他对待自己的职业和工作 一直保持着严谨和认真的态度 然而 肖战的成功也面临着一些质疑和争议 近期 肖战在娱乐圈的排名被龚俊超越 这引发了一些关于他职业发展和未来前景的讨论 有人担心他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肖战 及一夜之间名声倒塌的艺人 与此同时 郭麒麟作为另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艺人 他的优秀表现也令人难以置信 总的来说 肖战是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年轻艺人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在娱乐圈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坚持和努力 以及他对待工作的专业态度 尽管面临一些质疑和争议 肖战应该保持自信 迎接未来的挑战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